今天我们团队在Monti市出来了一套旧房子 但是地很大哦 一万八千多尺啊 然后整个的面宽啊 从我们这边的围墙到这边 整个的宽度是一百四十四尺 整个我们从街道到最后面的深度呢 是一百二十五尺啊 房子呢 1938年的两房一千尺非常旧 但是呢 你也知道了这么大的地的话呢 一定是可以做买地开发或者是买地自建了 你看我们的牌子还没有装上去 今天就很多的客人过来看 同时呢 我想应该是这个周末呢 就会有买家过来买 这为什么这么讲呢 一万八千尺地啊 这上面呢 我们也问过市政府 这是一个摩棉树 整个这块地啊 可以怎么样 分割成两栋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现在呢 你看这两个车的车库 当然呢我们拿着这个旧房子呢 暂时呢 可以不动 边画头 边等待 也可以出租 等到我们画头八个月以后 批了以后 那么呢 就可以整个的建起来 我们边走啊 边谈跟大家分享一下 买地自建 有什么样的要求 跟好处啊 嗯 市政府这边我们都问过了 然后可以 一万八千尺嘛 前面是一百四十四尺 可以取二 也就是七十二尺的面块 移动 非常非常好 可以达到两千八到三千平方英尺的室内面积 包括两个车库 然后我们在后面呢 可以做一千二百四尺的ADU 所以啊 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啊 你看看后院多宽啊 因为Amante这边呢 近十年啊 很多的雅医都搬过来了 同时这边交通生活 学校医院都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你看看 这几年 很多的雅医搬过来了 你看从这里往前面看啊 总共是一百二十五尺 所以前面呢 我们在都可以建一个三千尺的两层的大房子 然后后面我们建ADU 嗯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这块地啊 可以分成两栋来建 这样就比较好 当然现在屋主的要价呢 也不便宜啊 98万 也就是说差不多54块钱 一平方英尺光这个D 那么我们买下来以后呢 这个旧房子是没有办法再用了啊 就一定要分割 要把它推倒 做分割以后呢 两边这样就比较不错 或者是家里能买下来啊 或者到时候建好了以后 嗯 父母亲住一套 拿自己住一套 或者是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可以住在一起嘛 刚刚移民过来 互相有个照顾 也可以 但是建商 如果说像我们买下来 好好的把它建好啊 建两栋再卖的话呢 讲实话现在材料啊高 然后能工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就是投资方面呢 我们就是利润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少了 为什么呢 我们要加建两个啊 新建两个三千尺的房子 加上后面一千两百尺 两个ADU 那么将近八千尺 八千尺 你看看我们这边 现在我们最低最低 我都要两百块钱一尺啊 这样就才能够把这个房子跟地建起来 我还只算是两百块钱一尺啊 所以整个建起来就是蛮那个的 当然呢 价位到了两百六十万 两百六十万 那么一边一边啊 就是差不多都是一百三十万 当然如果说建好自住啊 或者短时间之内不卖 刚需那还是可以 那有很多朋友说 哎 西街 那你这个地方不能够建多栋吗 或者连排别墅吗 或者是condo吗 哎 这边不行 对 如果可以的话呢 那我们的团队就自己拿下来了 这就是没有办法做成 一边是套一边是套 只能够做成楼梨屋加ADU 这样 这个价钱摆在这上面呢 你也知道 现在屋主啊 对这个市场也是很了解 然后现在市场上面的 房屋的出售的数量 确实是非常非常有限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价钱呢 也不是很高 真的 现在你看在附近呢 很多的房子啊 地啊 摆出来卖的时候呢 你看他们就是一千多尺啊 第五六千尺 他们也都是卖到了 可以七十多万八十多万 相对来说呢 也都是相当于市场的价钱 好 我们到房子里面看一下 虽然说我们这是买地 好 我们进去看看 哈喽 我们来看看你的集房啊 首先进来呢 还是一个大大的厅呢 虽然说两房一余一千尺 也是很大了 整个顶呢 还行 八尺多高 然后门口那边 应该是今年上班里 有点漏水啊 要做一点翻修 有点漏水的痕迹 整个popcorn的 sailing 反正现在出租嘛 就是不用再做多大的处理 你也知道 Amante这边 如果说你要把整个这个旧房子 重新要做好的话呢 整个房子要动啊 都要拿permit的 好麻烦的 所以干脆在大家等在房子 再见的时候就不用再动 只要动点小东西 能够出租就可以 这是厨房 整体看起来是不错的 简洁啊 也明亮 也大方 这是一个能君 room 洗衣房 也可以车库 停了车油 从这边进来 50年 50年整个的屋主才第一次放到市场上面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整个你看这些石墨啊 这个柜子啊 洗菜盆啊 这个都还行 小小小的早餐厅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哦 这边呢 对这个厨房 当然大家可以在 就是餐厅的时候就可以关起来 哦 这是一个房间 我们大致扫一下 小小的 也还行 反正两房一玉嘛 你看这都可以看到后院啊 有衣柜 对 下面是地毯 两个房间 用一个洗手间 整体看起来还行的 反正出租嘛 反正画图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所以啊 大家不要做太多的装修 就可以拿到一个现金流 就边等待分割的时间 然后边可以输出 这也是湿热的热气 所以在家住这边呢 你的房子里面没有冷气 没有空调可以 但是呢 一定要有暖气 这是规定的 墨里板都还行 不算很旧 整个屋主在这边住着呢 也都是很幸福 我刚刚说了 大家为什么在尔曼蒂这边 要维护的话就比较讨厌呢 因为他换窗户啊 烈水楼啊 做厨房 还有换空调 很多很多市政府都要求的比较严 要去做个小小的flow plan 然后呢 来整个的做更新 当然这些油漆就不用了 油漆 对 所以今天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团队的这一块 大的地 小的房子 所以如果说朋友你想 在这边买地自建 或者是自住 买旧房子的话 也请你跟我联系 随时我的视频下方的留言区 有我联系的方式 如果说你针对于 买旧房啊 或者是买地 建房啊 这个部分有很好的经验 或者是你是有经验的 制造师的话呢 工程师的话都可以跟我联系 然后让我更看我的视频呢 从你们的留言区呢 学到更多购买旧房 或者自建 或者是投资的经验更新的 谢谢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